大家下午好 你好我是Alysis 很高兴你们可以来到 我们今天下午的 buildhardjp.com线上论坛 buildhardjp.com线上论坛 是新三第一家 以网络平台主打 关于建筑与工程的相关视线 它是可以让我们消费者 通过这个平台与 专业人士进行相当 关于建筑这方面的问题 你也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以了解更多 在这平台中 我们会有一系列的谈话论坛 谈话论坛的内容 涵盖着关于建筑工程 产业管理和绿色植物相关的主题 今天我们也很高兴的 可以有这个主题就关于 当你启用SIPA银 赢得判决后 当你的判决被再次挑战的时候 这难道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吗 今天很高兴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邀请到我们两位主讲人 Mr.Lao Voon Chong 还有Madame Cha Huimin 来到我们的线上论坛 我们也很高兴 可以有林益香 当我们的主持人 在这之前我们想要与大家 与一个全体大合照 我们可以让大家可以打开这个录像 让我们进行这个大合照吗 我们可以开启我们的Gaterer View 然后我们我数到3 这样我们可以准备这个合照 麻烦大家打开你的录像 现在我准备321 来再一次 321 我们去 OK好 所以在这个当下 我们也想要启动一个调查 是关于大家对 CIPA这个认知 这个调查是 以下哪一个是你正在面临的处境 你是被欠款者 CIPA正在进行中 还是你是欠款者 CIPA案件也是在进行中 还是你准备启用CIPA 还是你还在忧郁着 该不该启用CIPA 还是你不了解CIPA 但需要这方面的咨询 可以麻烦大家可以 做一个我们的问卷调查吗 我们就以一个30秒来进行这个调查 OK我们就最后的10秒钟给我们 总结今天的这个问卷 好我们终结今天的问卷 所以我们的 今天的出席者是有 50%是被欠款者 另外50%是不了解CIPA 可是需要这方面的咨询 好谢谢大家 所以我就正式把我这个半纸交给今天的主持人 Mr.Phillips Mr.Phillips 我把这个半纸交给你 麻烦你可以开你的生意吗 你准备好吗 好了 OK好谢谢你 好谢谢Alexis So大家好 大家下午好 我是Felix 我本身是一位 专业工程师 所以很开心我们今天 有办法请到我们两位来宾 来为我们解释 还是给我们一些专业意见 这个CIPA是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它是否有办法帮助您 或者有一些你可能有一些顾虑是说 你对CIPA可能不太了解 然后CIPA到底是值不值得去进行CIPA 还有一个东西是 CIPA你可能已经进行到一半了 但是可能结局跟它的成绩出来 是不是如你想象中的那么的 是你想象中想要的一个成绩 So 我们不再delay了 所以我先介绍我们的第一位 来宾讲师 他是 Servaya Lau Boon Chong 然后呢 他也是一名合格级专业材料 估量师 就是QS 柔彩也是Smart Growth Management 你认为他的一个董事 他也是AIAC Asia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er 合格级合法受承认的一个 审裁员 我们所谓的educator 然后呢 他也审查过了很多案子 也是 然后后也批了很多个个案 然后他自己本身呢 其实也是一个claim consultant 所以他也帮很多个那个所谓的claimants claimants就是被拖款的那一方 处理了很多项的那个款项的追讨 所以Mr. Lau 听到吗 有有听到 你好你好 今天有上班吗 没有啦 七六 holiday OKOK 这样很感谢你也是特地抽空 我们今天的这个下午的一个讲座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会介绍我们的另外一个来宾讲师 她是Misha Huysh Min So 其实 Huysh Min是一个 其实是一位律师 在Josephine L.K. & Chow 是在吉隆坡的一个律师行 然后他的专业呢 已经处理过了很多个 比如说民间商业 房地产 建筑法律的事件 然后Huysh Min 然后Huysh Min 其实也是 也是Handle过很多个 Huysh Min 以及建筑区分的事件 然后过后他也是 他的打赢的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成功率 其实也是蛮高的 也是差不多 可能90%以上 这样 So Huysh Min 听到吗 听到 好 So 听到你听到吗 有有有 大家应该都听到了 So 谢谢惠民 今天也是愿意 抽筑 今天 应该也是像 Mr.Low 也是没有做工吧 没有 所以 So 每个人都是 抽筑自己的 私人时间 但是 我再次 代表BioHop 来 感谢你们 愿意抽筑 你们的 Weekend 来跟我们分享 一下这些 尤其是有关于 跟CIPA的东西 Ok So 我不再拖延时间了 可能 我大概跟 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 其实CIPA 其实真正是什么东西 其实CIPA是在2014年 4月15号 政府所执行的一个 Act So 这个Act 其实是 这帮助我们 尤其是建筑行业 不管是你是 Contractor 还是你是 Client 还是你是 Supplier 所制造出来的一个 一个管道 因为有一些 有些 Contractor 还是Supplier 可能要给他的 那个 Respondant 就是给他的 Client 拖欠 那个款项 然后呢 他们也没有 不知道 他们也不知道 要从哪个管道 去追讨回 那个款项 因为有一些Client 可能 一拖再拖 一拖再拖 到每天每夜 所以 政府看了这个事情 就觉得 这种不公道的事情 不应该再继续下去 所以就会有 CIPA 这个东西 然后无可否认 这个CIPA 这个东西 它已经带为我们 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建筑行业 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所以 其实 它的最终的目的是 来加快 来加快那个 金钱上的纠纷 然后过后 不再拖延 因为 因为只要拖延的话 其实对每个人也 也不好 尤其是被拖的那一方 OK 所以 最主要是 它是要把我们的 那个现金流动 变得更顺畅 因为有 因为 尤其是我们在建筑这个行业的话 其实现金流动 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 假如 现金流动 一被卡住的话 就其实很多东西都造不成了 然后甚至可能会导致着 那个公司的破产 还是那 那厂工地就真的是 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 然后就 其实会造成 很多方的不变 好 So 今天 我们就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议题了 So 今天我们第一个的问题是 这个东西 我就很想问我们两位来宾 其实 SIPA 这个东西 是谁可以代表 所谓的我们的当事人的 可能 Mr. Long 可能你可以讲先 OK 这个SIPA 其实它的那个 一开始的总值 就是要让 像刚才Felix讲的 让整个construction的 那个cash flow 能够得到维持 所以它并没有像 如果你们上搞停 这样子的要求 它基本上 如果通过SIPA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处理 那么你也可以请律师 当然你也可以请像我们这样子的claim consultant来帮你处理 因为如果你不熟悉 那个SIPA的那些process的话 像你可能需要一些专业人士来帮你啦 But他并没有要求说一定要律师 基本上如果你了解SIPA的process的话 那么你也可以自己来进行这样子的process 嗯 So 可能是 那慧敏你觉得呢 是不是像Mr.Long这么说呢 对 其实像Mr.Long讲的 如果你们觉得你们自己可以做的话 那你们可以自己做 你不需要请律师或者律师 可是如果你不顺确定他的procedure 或者你自己没有什么把握 要怎么样才能够应这个SIPA的话 那你就可以请律师或者claim consultant 帮你看你的文件 放进 什么 那 因为他们会比你知道 你需要怎么样的supporting documents 怎么样的文件 你才会 才会对你的case有帮助 所以 所以如果你 如果你觉得 你很有把握 你可以自己做 你知道要怎么做 你知道要怎么赢这个case的话 那你可以做的你有问题的 嗯 好 谢谢 So 可能我们的观众 可能你们会 尤其是那些 还不知道CPA是怎么进行的 基本上那CPA其实是有两方 一个是我们所谓的claimant 一个是我们的respondent Claimant就是索赔的一方 就是要追讨款项的那一方 然后respondent就是所谓的答辩人 大多数respondent都是一些 就是你们的client 就是还钱的那一方 我们就叫做respondent 就是打辩人了 OK 那么我们就进入的下一个正题 就是其实是 这题其实是我问Mr. Lau的 因为Mr. Lau自己本身也是educator 那个審查员 so 我们可能大多数的观众 很想知道 通常educator是怎样判处他的判决 然后你自己本身 as a educator 本身的话 通常你是怎样去 给出一个最终的判决呢 Mr. Lau OK 对不起 基本上我们educator 我们的那个权限 有在这个SIPA的这个 act里面有提到 就在条文25的时候 so 基本上大致上 我们有几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 因为在construction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maincoin 或者是subcoin 你们是based on certificate 来glaim你们的钱的 这样我们educator 在SIPA的权限里面 我们有这个权利去调整 就是revise那个certificate 那些你是一个subcoin 还是你是一个maincoin 你发现你的client 还是你的maincoin 那些也是一个subcoin 如果你的maincoin 它undercertify你的workdown的话 这样如果你进到SIPA的时候 我们educator 我们其实在审核了之后 发现你的workdown 真的是有超过那个maincoin 应该certify的那个workdown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去调整 就是revise那个certificate的 那么如果 如果你的maincoin 没有certifiedworkdown给你的话 那么基本上 我们也是可以issue 在我们的判决里面 issuecertificate 来judge 来审核 来判断 你所做的工作 其实已经到达了 那一个percentage 那个percentage 所以我们能够issue新的certificate 在我们的判决里面 来支持你的那个workdown的 那么我们也能够去工地 进行审核 做那个site inspection 来justify你所做的那个workdown 当然这样子的情况下 比较适合就是 那个project还在进行着的时候 因为如果你的project 已经收工了 或者是aftercpc了 这样这个site inspection 可能我们就carry up不到 那么我们在CIPA的权限里面 我们也可以要求开会 就是双方 你是被签的人 或者是拖签你的人 要求meeting 或者是hearing 那么在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可以要求 双方提呈一些additional的文件 来帮助我们下判 好像exput drawing daily report memoir site instruction 这些种种东西 来支持你们的论调 然后来帮助我们做判决的 那么基本上我们adjudicator 在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会比较专注在 你们的文件的提成 就是你们的文 我们会based on你们的document based on你们的文件 来做我们的判决 你们在进行CIPA的过程里面 你们需要有点 要了解的就是 我们adjudicator 我们并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跟着你们的project 我们是一个第三方来的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 你们的工程的 或者是你们的纠纷的故事 像你们在提成文件 在这个CIPA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让我们 了解到你们的 你们的纠纷是怎样的开始 然后你们在征求的是 什么样的款项 然后你们要把你们的文件 support上来 让我们去了解你们的 你们的纠纷 了解你们的故事 如果你们的故事 没有文件来support的话 这样子的话 你们不能 很难让我们在做判决的时候 判对方欠你的钱 是不合理的 所以你们的文件一定要充分 这样我们才能够 在下判的时候了解到 你被拖欠的情况 是对方的错 这样你们赢的机会才大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判决 很大的成分是 based on你们的 document submission来的 大致上是这样 好 了解 OK 其实我有一个数据 其实这个是2018年 2019年 都没有 其实整个马来西亚 在2018年的时候 总共 register了 772个 案件 Dusipa的 然后呢 它其实 比跟2017年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增长了 整8.5% 差不多要接近10%了 然后它最低的 那个金额纠纷呢 最低有5000块 最高的甚至到2亿2000万 所以其实也是蛮多的 然后我们柔佛本身呢 已经有 在2018年已经register了 118件 这个case so 我自己的看法是 其实Sipa这个东西 在柔佛可能没有这样盛行 但是我相信在 大城市 尤其是在吉隆坡那边 其实已经是 见怪不怪了 应该都是这样 然后从这些的数据里面呢 我们的claimants 就是索赔的一方 大多数都是 subcoin比较多 有60% 然后 Maincoin有32% supplier 跟 supplier 4% 而且consultant 自己本身 consultant顾问 其实也是占据了4% 然后 我其实我很惊讶的是 在这些案件里面呢 我们的那个成功率 有95%的人 是成功 所回 一些款项的 当然 有超过 一点点50% 可能51% 他们所追逃的 数额 所以这个其实只是一个 additional的 information 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 我就可能要向惠敏 请教一下 其实我是帮我们的观众 可能有的一些提问 通常 一定要还这一笔款项 给Clayment 那 超过了这个 过了这个 阶子日期之后 他们还是没有还的话 Clayment其实可以有几个选择 他可以 基本上他有几个选择 他可以去讨那一笔钱 我这里我只会解释三个 这三个是最长 最长 然后也是最普遍 最好用的三个方式 第一个是 你可以去拿着你的这个 decision 这个判决 然后去法庭 register它 把它变成一个 court judgment 就是一个法庭的判决书这样 然后你拿着这个判决书 你可以再去apply 多一个叫做garnishment的东西 也是一样法庭的order来的 garnishment的意思就是 你要去他的银行拿他的钱 所以你跟那个法庭 拿了这个order之后 拿这个order 你的律师会把它给 responder的银行 你应该大概会知道他的银行是哪几钱的 好像他之前还你的时候 他有给你check啊 你知道他在哪一个银行 有account的话 你就可以把那个order拿去给那个银行 你说 你要给我知道 这个respondent他在你的银行里面有什么户口 有多少钱 然后他们不会让你知道 假设说他欠你一个10万块 然后他的银行里面有一个50万 他不会让你知道他有50万 可是他可以跟你说 我这个银行会跟你讲 这个户口是有足够的钱 还给你的 然后他们就会冻结他的户口 然后你们就可以跟respondent讲说 你的户口现在被冻结了 你有14天的时间还这笔钱 还我的钱 你没有还我的话 那你的银行就会直接把这笔钱给我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方式 直接去他的银行拿钱 另外一个方式是 你不需要去法庭register 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一部分 把它register变成cord judgment 你不需要这样子register 你直接把这个 就是用这个SIPA的这个decision 然后你给他 你们应该都有听过这个winding up notice 就是把它 你们讲把它弄倒闭 所以你可以给他一个winding up notice 刚才讲说 我有这个decision 你没有还我钱 我现在给你这个notice 你没有还我钱的话 那我就可以去法庭 把你winding up 之前的法律是 你只有21天的时间来还 我给你这个notice 你有21天的时间还 不然的话我就去法庭了 把你non-doubt-b 但是现在因为MCO的关系 政府改了那个法律 把它改成6个月 因为他们很怕很多公司倒闭 所以他们就说 你要winding up一个公司的话 你需要给的notice的时间是6个月 所以现在可能 之前我们很喜欢用这个方式 因为很多的constructional company 尤其是那些maincon 还是那个发展商 他们很怕winding up的 因为你真的foul在 你foul这个partition winding up的partition在法庭 他们的银行那些会知道的 所以他们会很怕 因为他们需要这些loan啊 银行啊 来好他们的project的 所以现在变成6个月 变成没有那么好用 是这个winding up的notice ok 然后 第三个方式 第三个是 假设说你是subcoin 你赢了sipa 你赢了那个maincon 你跟maincon 你这个sipa讲 你要还我10万块 你要还我20天 他没有还的话 你跟他讲 他不要还你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去找 那个employer的 就是他们的client ok 然后那个叫做 叫他们direct payment 叫他们直接还给你 可是这个呢 只能够用在 如果那个employer 那个client 有欠钱 有欠那个maincon 假设说他 有时候可能 民工会跟你讲说 我不能还你啊 因为client没有还我钱 如果他真的没有还他 还没有还他钱的话 你他们 就 你就可以直接跟他逃 他就需要 还给你 他就直接跳过maincon 他还给你那个10万块 然后 假设说他 他欠maincon 100万的话 他就会 ok啦 这样我扣 我扣10万出来给你 那剩下90万 我还他咯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这三个方式 然后 通常你要这样决定 我要用哪一个方式呢 这个是 这一个是strategy了 你知道我们就会问你说 通常我们要走哪一个方式 我们都会问client说 ok 第一是 你觉得他的银行户口 有没有钱 如果你觉得 有的 他的银行户口 定有钱的 那我们去garnishment 我们直接 直接去他的银行户口 拿掉他的钱就好了吗 如果你觉得说 我不确定 他的银行户口 有没有钱 可是他 他还有project在跑着的 他有project在跑着的 那他一定很怕 winding 因为他不能够被弯闹嘛 他有project在跑着 所以他可能 你威胁他 你给他 一个winding notice 他可能就会说 哦 他要winding我 然后他就会比较怕 他就会找你出来谈 他就会找你出来谈 说 哦不然这样啊 我给你instormment啊 还是什么啊 叫你威胁威胁 他可能就会还你了 就算你不要威胁他 你真的去发一个 winding out notice 一个你去到法庭 发一个petition 然后他会 他如果 还想要保住他的公司的话 那他就不会 他不会让你 把他的公司弄倒闭的 因为说他就会 来跟你 settle掉这个东西咯 第三个是 就是那个employer的啊 你要跟client 直接讨钱 跳过respondent的话 那 这个你也是要看 如果 有时候你觉得说 我的命控有钱了 client有钱 那你就会 你就要知道说 到底 那个client 有没有欠 还有没有欠钱给命控 如果client已经还完了 我已经client完了 那你就不能够跟他 交易咯 基本上是这样啦 这三个 这三个选择 好的了解 嗯 OK 的确是 其实这个东西 看起来也是需要 没有讲哪一个 哪一个的解决方案 是对是错 是看通常 是看适不适合 而且要看我们的那个战略 上面是要 要怎么去打赢这一场战 OK 所以 就由我所知 刚才我所提到的话 其实CIPA的程序里面 东产者有双方 一个就是 索赔的一方 申请者 还有一个是 答辩人 就是所欠人的那一方 所以 其实 normally 也不讲normally 其实 那个 在这个CIPA的过程当中 往往 也不是 Claimers 是永远都是赢来方 索赔的人 不一定每一场都赢的 所以 他有时候 他也是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原因 会导致他输掉 然后 可能 Mr Lau 你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吗 因为可能我们的观众 也是很想知道 假如 这个申请者 假如他输掉 这场的案 这个的案件的话 通常是什么原因 导致他输掉呢 OK 你看 通常我们在做CIPA的时候 CIPA的Glam 我们可以大致上 分成三种 第一种就是 当你被拖欠的时候 你是有certificate的 我们讲你是subcoin也好 你是mancoin也好 还是你是supplier 所以基本上你可能有 有收到PO 那么你是subcoin 你有certificate 还是你是mancoin 你也是有certificate 那么只是对方 不要还你这个 他certified了的amount 这样子的情况下 如果你go for CIPA的话 你的 那个赢的几率是很高的 把所谓赢的几率很高 是也没有100%的 因为 你想一下如果那个人 他不还你钱的时候 他应该会用什么样的理由 在这个CIPA process的时候 他去defense 他去反驳你的索赔呢 那么他一定会用 因为他会用 是你delay他的工程 导致他会charge你那个 LD amount 那么还是说 他set off你的那个claim 因为你用他的东西 还是你弄坏了他什么东西 让他 他会用这些理由来 反驳你的索赔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们在进行CIPA的时候 要先有好你们的准备 要证明 你们的那个delay 不是因为你们的延迟 那个delay不是因为你们的错 还是说 他那些set off是不合理的 这些准备要提早准备 是因为 当你在进行CIPA的时候 你submit了你的那个education claim 对方有三天的时间来反驳 你可能不知道 他会怎样来反驳你 可是当他一反驳的时候 你只有五天的时间 来回应他的反驳 那么如果你没有提早准备 或者是预想 他有什么样的方式 来反驳你的话 当他忽然间 在他的set off里面 他拿了一大堆证据出来说 是你的延迟 导致他 是你的延迟 所以他要charge你LD 还是因为你弄坏了很多东西 他engage after party 来做回你弄坏的那些东西 所以他的那些cost 已经超越了他所欠你的钱 那么他就不需要还你钱 而你只有五天的时间 来反驳的话 而你又没有提早准备的话 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就会有很大成分 会输了的 另一种情况 其实就是你已经做了那个东西 可是对方没有certify在他的certificate里面 没有certify这个work done 这种第二种情况 我们通常就是他没有rate上的纠纷 就是没有价钱上的纠纷 他只是在work done方面的那种argument 在这样子的第二种情况 那么你们要准备的就是 你们要是能够证明 你们glam的那个东西 其实是合理的 是对方undercertify你 还记得之前我讲的 如果那个certificate 是undercertify你的话 其实我们educator有权利 去devise这个certificate 来把你已经做了的东西 放进我们的判决里面 让他还你钱 可是就是要注意 你们support进来的那个document 我们一定要能够证明你们已经carry out 到那个work done了的 我有个case 就是我是一个educator 那个subcon在他的case里面 他是做一个highlight project的 他是做seeding的 他说他的seeding在那场highlight的时候 他已经做到level 25了 可是那个maincon undercertify他 可是在maincon的那个education response的 certificate里面 他proof了一个东西 就是他们每两个礼拜有个progress report 他的progress report说到那个时候 在那个gamer的gamer的那个时候 他的work done for那个seeding 其实是到level 20了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有那个progress report的 那个supporting document 而那个subcon在之后的5天 也没有办法证明 他其实在那个时候 他已经做到25 而不是maincon讲的20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就判了那个maincon 并没有undercertify那个support 是subcon overgram了的 OK 还有一个case其实是 一个roadwork的subcontractor 他也是讲 因为他的roadwork是all professional的 所以在他的education 那个proceeding的时候 他也是讲那个maincon undercertify他 那么他submit了一个final measurement 在他的那个educationgram里面 那么我 然后在那个education response的时候 然后maincon就provide了 provide了一个他的那个consultant engineer的 那个calculation 跟exput图 那么这个calculation跟exput图 也证明了 这个maincon并没有undercertify这个subcon 那么这个subcon 那么他虽然在他的educationgram里面 他submit了他的site measurement 然后submit了他的skets 说他做的地方 可是这些site measurement跟skets 都没有maincon的人签名 反倒是maincon submit回来的那个education response里面 证明了那个exput drawing 还有consultant的calculation 和那个exput drawing的那个area是daily的 这样子的情况下这个subcon也在我的判决里面 这个subcon也是overclaimed了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证明他 那个maincon其实undercertify他 OK 还有第三种情况其实就是 通常讲的VO 就是他有involved不同的score of work 还有不同的价钱 这样子的情况下 他就involved了两个东西 第一你做的东西有没有被certified 第二你claim的那个价钱合不合理 然后对方如果没有certified那个价钱的话 那个原因是什么东西 OK我也是有一个case这样子 就是说 那个claimant 他也是做一个project 那么他的那个project 他的一些 他也是做一个high rise的 所以他的那个unit 他不能够直接做 因为那些unit有一个室内设计师 需要进来做了之后 他才能够再回来做 所以这个case也是一样 这个subcon他有一个scate of rate 他正常功能的时候是多少价钱 可是他就跟了一些VO 他讲因为有室内设计师的这些unit 他的价钱是他contract价钱的一倍 因为他讲在室内设计师做的时候 他不能够做 那么在他submit上来了之后 我就要求他证明 在室内设计师不能 他在室内设计师做那些unit的时候 他其实离开了这个工地 他去了别的地方 那室内设计师做完之后 他再回来 可是他并不能够证明 因为那是一个highlight 不是每一间都有室内设计师 所以其实在室内设计师做一些unit的时候 他其实他的工人是在做一些unit 没有室内设计师的 所以基本上他整个过程 他都是在那个工地里面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也不能够claim到 他所谓的那个double charges for他那些有室内设计师的unit 因为他做scate还是一样 而他的工人也并没有说 因为有室内设计师 他也不能够证明 因为有室内设计师 他工人其实没有做工 他其实他的工人 其实也是在别的unit在做着工 只是室内设计师做好一些unit 他又回来做罢了 因为他没有办法证明 他要求的那个double charges 是合理的 他也没有办法证明 因为有室内设计师 他在进行 他在等室内设计师的时候 他在浪费了时间 还是浪费了工人的工钱 还是料钱也没有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也不能 他在我的那个case里面 他也没有获得他要的那个数目 那个double charges 因为他没有办法证明 他的那些 veo work 他的那个要求的 那个新的款项 新的rate是合理的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证明 因为室内设计师 他需要carry double of work 他也没有办法证明 他需要做的东西 还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通常就是 claimant 就是你要索赔的话 你要有办法证明 来支持你的论调 因为你要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要知道 educator我们是一个 third party来的 我们是通过你的文件 来了解 你的那个诉求 你的那个要求 那个amount是合理的 可是如果你自己都无法 证明你要求的 那个数目是合理的话 无法证明你要求的数目 是合理的 我们不可能去判 你的那个claim是对的 所以你要认识你的 document的那些supporting 是要合理的 所以刚才我讲的 就是大致上是 这三种情况 你有certificate 没有certificate 跟是involved new rate的话 你要认识你的那些new rate 有那些supporting 那些那个VO item 是new的new item 你要认识你有收到 任何的site instruction 啊architect instruction 啊for你去carry out 这些additional work 然后你也要 当你收到这个instruction的时候 你最好有submit了一些quotation 那么对方如果签回 这些quotation的话 来agree你的那个new rate 这样就很容易帮助你 在整个adjudication proceeding的时候 让adjudicator判 你的那个new rate 是合理的 不然的话 到时候 那个比较大的糾纷的话 你没有办法 像Felix讲的100% 赢完你要拿到的钱 你可能只拿到 一些我们觉得下判的时候 一些合理的 一些合理的费用 最重要就是你那些论据啊 你那些document啊 要能够支持你的 那个支持你的 那个claim哦 不然的话 你根本就拿不到 你要的钱了 大致上是这样子 好的了解 ok 然后 其实只要我们换另一个角度来讲是 往往CIPA的这个事情 往往都不是在谈住claimant的那一方了 其实respondent的那一方呢 其实也是蛮重要的 因为可能 可能那个CIPA的 那个整个案件 他已经判了 所以就是啊 判了claimant的赢 那所赔的那个赢 然后respondent就是 欠款那个人 就必须还钱 所以当然 欠款的人 老子讲 他们也不会这样 容易的就罢休 他们可能会采取 一些诉讼的行动 然后过后 当然这个也是会导致 我们的那个claimant那一方 就可能他们会担心 他们所做的所有的 功课啊 所有的努力 都可能会被白费 所以我就 我就大概的假设说 可能 Let's say讲 这个respondent这一方 可能他已经输掉了 然后就可能会造成 两个情景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respondent 就是接受 就是 因为可能 刚才慧敏所讲的 可能他们 不愿意被 被winding up 他们也不想 面临破产 名誉上 可能会受损 所以他们可能就 直接就接受 另外一个呢 他就会 找出 很多很多的方法来 来逃过 这个的裁决 或者是 他分分钟 他可能就会很想 办法去推翻 这次的裁决 so for这个case 我相信 应该是 应该是 more on 可能会上 法庭的 的事件 所以 可能慧敏 可能你 可能会比较适合 跟我们解释上 通常是 他们可能会 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就是当你们 claiming up 然后respondent 还是不要 还你们钱的话 他像 Felix 讲的 他想要 推翻 那个 decision 的话 他是可以 这样子 做的 所以 他们可以 做什么 他们可以 去法庭 申请 setting aside 就是 推翻 你的 这个 decision 或者 他们可以 去法庭 apply 一个叫做 stay 的东西 就是 stay 做你的 decision 因为 decision 里面 讲 10天以内 我要还 你多少钱 然后 没有还 的话 那 你就可以 对我 采取行动 对不对 那 我就去 法庭 申请 一个 叫做 stay 的东西 我stay 做你的 decision 我不需要 还你 钱 OK 第三个 选择 他们可以 去的 就是 去 arbitration 或者是 去 法庭 重新 审判 整个案件 重新 重新 再来过 因为 你们要知道 SIPA 是一个 intering的 一个东西 就是 暂时性的 罢了 像之前 philis 讲的 他是要 帮你们的 cash flow 让你们 快一点 拿到 钱 因为 不然 你们 去法庭 什么 弄到 两三年 过去了 然后 你们 不可能 两三年 都没有 cash flow 所以 SIPA 是 比较 快的 方式 让你们 先 拿到 钱 但是 你们 不是说 你们 你们还是可以 去法庭 如果你拿了 如果说 你拿了 SIPA 的 decision 你觉得 我赢 可是 我才赢 一点点 我不 不满意 我要 去法庭 再 让法官 重新 审判 整个案件 也是可以 所以 你可以的话 respondent 也是可以 这个 就要看 你们的 contract 如果你们 contract 里面 讲说 如果 你们 有什么 纠分 的话 你们 一定要 去法庭 那 你们 respondent 可能 就会 把 这个 case 去法庭 重新来过 如果 你们的合约里面 说 一定要去 arbitration 那 你们 就 只能够 再去 arbitration 如果 他们 要的话 我们先 谈 第一个 setting 去 重新 看过 整个 case 他 不可以 再去 看 说 你欠他 多少钱 然后 你有没有 做工 工作 不好 这样 不可以 所以 他 等下 我们才会 去聊 说 到底 什么情况下 他们才可以 去 推翻 你的 decision 然后 stay 的话 stay 的话 其实也不容易 就是把整个 decision stay 住 我不要 管你先 normally 你stay 的话 你需要跟法庭 讲说 我这个case 正在法庭跑着 或者正在 坐着 arbitration 那法官才会 给你们 这个stay 可是也不代表 说 这个case 在法庭 走着 那我就可以 拿到stay 也不是这样子 除非 你还需要 跟法庭 证明 还需要 给法庭 看到说 这个 decision 是有 很明显的 很clear的 一个error 有东西 出错了 很明显的 法官才会 给你们 这个stay 就是 stay住 你不用 还钱先 你拿不到stay 的话 那你就还是 需要先还他钱 然后 你继续去 在你的法庭 fight 所以 这三个 是 自respondent 如果他们 想要 挑战的话 那他们 通常都会 做这三样东西 就是 快去法庭 推翻 然后stay住先 然后 at the same time 他们可能会 去法庭 或者arbitration 来 重新 重新 再审过 整单的 case 好的 这样 ok 其实现在 是很 很关键的 一个问题 其实要 推翻整个 那个SIPA 的判决 其实是会 很容易的 还有是 通常 那些respondent 最用 最常见的理由 来推翻 SIPA 判决 通常他们是 以什么样的 原因 可能 慧明 可能你要跟我们 稍微的 解释一下 ok 这个推翻 就是我们 所谓我们讲的 setting aside 你们claimant 通常都会担心 说我赢了之后 等一下他又去法庭 去set aside 我的decision 我先跟你们讲 他们可以去 所以 他们 要去 没有问题的 因为水都可以去法庭 对不对 他要去set aside 他可以报 他可以去apply 可是他 很难 会拿到 这个setting aside ok 因为 SIPA里面 只有四个情况 法官会把 这个SIPA的 decision 推翻 ok 第一个 是 fraught and bribery 就是如果 如果respondent 他可以证明到说 claimant 去贿赂 那个 applicator 我没有发生过 我没有听说过 有发生过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因为你很难 去贿赂 一个applicator 然后 第二个是 比方 首先 就是 叫做 lack of independence or 证明说 这个adjudicator 他可能跟这个claimant 他们是亲戚关系来的 或者这个adjudicator 他有invest在这个project的 他可能跟这个claimant 是有生意上来往的 这样子的情况 你可能 那个respondent 可能就可以跟法庭讲说 诶这样子 他们之间 有什么关系 这样 so adjudicator 应该是 不公平的 然后 那 法官就可能会 去set aside 这个decision 而这个也 我也没有 看过 有发生过 所以 接下来我们 讲的 这两个 是比较惨 respondent 会apply的 原因 或者是 并拿到 setting aside 的grounds 这个是第三个了 我们通常叫做 bridge of rules of natural justice 就是 公不公平 这个公不公平 是 有很多种情况 我现在大概讲 有什么情况 for example let's say respondent claimant 去claim 讲说 这个respondent 欠我的 progress claim 他没有还 then respondent 就讲说 我有back charges 他这个 没有做 这个做不好 这个做不好 我叫他repair 然后他都没有repair 所以我只好 叫the party 过来repair 的话 then我就需要 back charge 他 但是如果 adjudicator 他就直接讲 他就直接 innoi respondent 的 理由的话 他直接讲说 ok respondent 你要还 给claimant 他没有去 consider的话 他连考虑 都没有考虑 的话 他没有去 看的话 那respondent 过后 就可以跟法庭 讲说 他都没有 看我的submission 我的defense 来的 他有back charge 他没有 顾虑到 那 可以因为 这个原因 法官就 set aside 要推放 整个的 decision ok 或者是 好像 adjudicator 他跟 这个 claimant 他们之间 有 私底下 有一些 communication 好像可能 adjudicator 他自己 私底下去 email email 这个 claimant 讲 你可不可以 跟我解释 这个point 你给我 这个文件 的话 这样子 然后 他又没有 copy 这个 他的email 里面 他们有 copy respondent 然后 respondent 也不懂 什么都不懂 后来发现到的话 他们也是可以去跟法官申请 去challenge 就是去推翻整个 decision 因为 adjudicator跟claimant 之间有一些 communication 然后 我们不懂 我们 那个时候 我们没有被通知的 也有可能 法官也可以因为这样子而被推翻 ok 然后 最后一个 叫做assess of jurisdiction 就是如果 如果 如果 respondent 他可以跟法官 证明 讲说 这个 educator 他已经 做超出 他可以做的事情的时候 然后我打个比方 好像说 这个case 其实是他们没有sign contract的 因为CPA 你一定要sign contract ok 一定要有一个合约 不是说一定要 proper的一个 tohold的contract 不是啦 如果你连 好像你supply的话 你连那个 normal的 eo什么什么 都没有的话 那 然后你又去claimsipa 然后adjudicator给你的话 那adjudicator就 他其实 不可以的 但是他还是给你的话 那法官就会也是一样 也会推翻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比较 之前比较 比较 比较 hot的一个topic是 关于那个bauer的case 就是 如果那个 如果的那个contract 是2014年 4月15号之前的 签的 然后 假设说是2013年的 签的contract 然后他们去claimsipa 然后adjudicator 给decision的话 那 也是access of jurisdiction 因为claimsipa里面 现在的新的law是 一定要after你的contract 一定要是after 2014年 4月15号之后签的 你才可以用cipa 之前的contract 不可以用cipa了的 所以如果他给的话 那个adjudicator 他不管他给decision的话 他们也是可以去 推翻这个decision的 另外一个我想给的 例子是 如果 那个respondent 他 他讲说 我有set off 我的set off 你跟我claim 10万块 我set off 50万 50万 所以你应该欠我 40万 然后adjudicator就讲 我agree with 他的back charge 我觉得我要给他 那个back charge 那claimant 你还他是10万 这个也是不对了的 这个adjudicator 也是不可以这样子做的 如果他这样子做的话 法庭也是可以 去 推翻他的decision 因为 那个adjudicator 他只可以说 OK 他的back charge 我同意你的back charge 我只可以 zeroize 就是 这样的话 respondent 你不用还给claim 钱了 就这样 close file 如果那个respondent 他要继续 跟claim 追 其他的40万 的话 他就要去 法庭 或者是去 arbitration了 这几个 是 OK 这个是那些例子 所以这四样 是 你一定要 proof这样的东西 你才可以 去推翻那个decision 而且 然后 我的 我的看法是 其实 一点都不简单的 OK 除非你的adjudicator 很糟糕 他这边错 那边错 他没有 他没有 他没有去看 对方的 defense 对方的back charge 他也没有看 什么都没有看 这样子 或者说 他这边犯错 那边犯错 但 有可能 这个 decision 就会被推翻 要不然的话 其实 不容易被推翻的 因为 法官其实 不可以去看 那个merits 就是整个case的merits 到底 back charge 要不要给 他不可以看 法官 那个法官 under这个setting aside 他不可以决定 因为 adjudicator 已经决定了 假设说 respondent讲 我有back charge adjudicator讲说 我知道 respondent 他讲他有back charge 可是我看了他的文件之后 我觉得他的back charge 不是真的 我不同意 我觉得是 或者说 假设说 他 你之前都没有给claimant notice 你没有叫他repair 你就直接 扣他 他完全都不知道 你要叫他repair 那 我就不 给你back charge 所以 respondent 你要还钱给claimant OK 这个adjudicator 他已经 他 他已经 做出了 他的decision 他决定是这样子 他有分析了 他有 他有看了 consider了 respondent的 defense 就是有back charge 法官不可以 再去重新 我来 我来看 我自己决定 他不可以 法官只可以说 他已经决定了 对或者错 我不可以 干涉 法官不可以干涉的 法官可以干涉的是 好像我刚才讲的 有没有偏心啊 或者说 或者是说 adjudicator 有没有私底下 跟claimant联络 或者是说 adjudicator 他有没有 超出 做了超出 他可以做的事情 反正的话 法官是 其他的好像 merit里面的 你的case 到底是怎样的 decision来讲 是adjudicator 决定的 对或者错 可能那个adjudicator 给的decision 真的是错的 或者说 他这样子 decide真的是错的 可是 again 法官不可以去干涉 OK 法官只可以 干涉的是 你有没有consider 你有consider了的话 那你 你决定出来 是错的 法官也不能做什么 去法庭 重新报一个 審查过 整个 像我刚才 Lodia讲说 那个arbitration 你可以去 或是arbitration 以我们的经验来看 通常 如果签设的金额 没有很大 假设说 通常 是3million 这样子 如果没有超过3million 3 4million 没有超过3 4million 通常人家 不会去arbitration 因为 单单arbitration的费用 都会有 50万 起跳 所以 通常 那些 比较 小金额 你讲说 10万 50万 的 这种claim 通常 他们不会跑去arbitration 因为arbitration 太贵了 所以 Respondent 通常 也不会 选择这个 除非 他们觉得 值得 值得 快的话 值得 花那个钱 去的话 那他们才会去arbitration Felix 好的 了解 所以 其实 从两位的对话来 听来讲 其实 找对的 adjudicator 其实是 很重要的 但是 当然 这个也是 有时候 看运气 我自己本身 是这样觉得 你没有办法 去control 你要选 哪个 adjudicator 你又不能 跟他 有任何的 利益的关系 不能有conflict or interest 通常 应该都是 通常 应该都是 AIAC 所 所委任的吧 如果 没有错的话 OK 可能很多人 会在 还没有决定 要不要去 CIPA 之前 其实他们 都想 想很多 基本上 算是 可以 真的是想太多了 因为他们可能会 可能 在还没有找 Claim Consultant 还是 向 Lawyer 咨询 之前 他们都 都 不打算 继续下去 可能他们的想法 就 这么麻烦 这么累 花这么多时间 就 不要继续做了 So Mr.Lawyer 你 as a Claim Consultant 的身份 假如 如你所看的话 通常 我们的 所谓 Claimants 怎么他们 会 做到一半 就放弃了 是因为 金钱 时间 还是 是信心 还是 或者是 他们怕 他们会得罪 他们的 一直以来 都有合作的 客户 你觉得呢 以你的经验来讲 其实 不管是 Go for SIPA 还是你要去 Arbitration 还是 Dedication 你 Teklin 一个 Proceeding 基本上 你都会 可能 得罪 你的 你的 Client 就是因为 他不还你钱 如果你 不要得罪 他 你就 忍受 他不还你钱 如果你要跟他 讨钱的话 他又不还你钱的话 可能 Go for SIPA Arbitration 跟Dedication 是避免不了的 那么 拿SIPA的 好处 其实是 因为 他快 他的判决 从你 Submit了 你的第一个 Document 到判决出来 大概是 需要五个月 这样罢了的时间 那么 他的费用 其实也很 容易计算了的 就是 AIC 已经有一个 那个 价钱表 你的 Dispute 在什么 Amount 你所需要的 费用 大概是多少 基本上 费用来讲 它不会是 一个大问题 而且在 SIPA来讲 输的人 是需要 还 对方 所有的 Cost的 他需要 承担 他的费用 最基本就是 那个 Adjudicator 的费用 跟AIC 的费用 是输的人 需要还的 Sorry 是输的人 需要还 那么赢的人 他不需要 去承担 这些费用的 如果你是 一个subcoin 还是一个maincoin 你被人家 欠了钱 而你有 足够的 Document的话 那么你 GoSIPA 是比较 好的 因为AIC 所有的费用 你已经可以 在 已经可以 考虑出来的 而且如果你赢的话 Adjudicator 通常都会 判输的 那一方 要去承担 那一个 你的费用 他不只是 他需要还你 他拖欠你的钱 那么你的 那个利息 被拖欠了的 那个利息 他还是会 算给你的 那么你在 这个process里面 你可能 预付了AIC 跟Adjudicator 的费用 对方也是 要还你的钱 包括你 请Gram Consultant 的cost Adjudicator 在适当的情况下 也会 justify一些 amount 包括是 全额 要求输的 那一方 还回给你的 所以在时间上 金钱上 他 他会是一个 比较好的 他唯一 因为如果你们 不熟的话 他唯一就是 他有一些 limitation 因为SIPA 是Go for Constructions 就好像 他一开始讲的 你需要有一个合同 这个合同 不一定是 后后那个合同 他可能是一个 PO 一个LOI 一个LOA 一个Word Order 他需要有一些 资料在里面 才能够让他 Go for CIPA 第二个就是 在刚才讲的 2014年4月15号 之前的 都不能够 Go for CIPA 所以如果你的 K是 你的那个LA 是在2014年4月15号 之前的话 这样你 不能够 Go for CIPA 你必须采取 别的法律途径 这是第二个 如果 CIPA的一些 limitation 还有一些limitation 就是 如果你的 这个project 是 是under个人的名字 4层楼建筑 以下 又不是for commercial use的话 是for一些 individual purpose的话 他也不能够 Go for CIPA 所以CIPA 有一些limitation but这些limitation 其实是很minor的 如果你们的 cases都不fall under这个limitation的话 其实CIPA的判决 在快的情况下 然后刚才 汇民的lawyer也讲了 after you know decision 你可以take some more action 他其实 是为了 fulfill那个main purpose 就是generate 那个cash floor in construction 来的 基本上CIPA 并没 并不会 很多人因为 不了解CIPA 所以他可能 会以为 CIPA拿判决之后 对方也是这样 不还钱 你想想 不管是CIPA 你go for litigation 跟 arbitration 一样的 你赢好之后 对方可能 也是不要还钱的 你还是要take further action 让对方 那些观众 可能他还在 犹豫不决 要不要去CIPA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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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的 建议吗 或者是你可能 大概可以 OK 假如我们 做了CIPA 的 这个 决定了之后 我们 最大的利益 我们可以 在哪方面取得 还有是 在CIPA During CIPA的程序上 还有 AfterCIPA 的程序上 我们有什么东西 是 我们的观众 必须有一个 心理准备 可能会遇到的东西呢 OK 嗯 通常 client来找 找律师的时候 找我们的时候 来跟我们讲 这个面空 还是这个client 欠我们的钱 我们通常 看到说 他有contract 像Mr. Lau 讲的 他的 这个building 他的project 不是 我自己的物资啊 如果他的project是 for example 建condo啊 或者说 建factory啊 这样子 然后他的 contract是 2014年4月15号之后的 然后他要的东西 只是 progress claim 没有certify给我 或者是 没有还钱给我 retention上 不要redist给我 我们 第一个 会跟他 讲的说 去CIPA 我们第一个 一定是 叫他 去CIPA 因为 像一开始 Tilis 你介绍 CIPA的 CIPA就是 这个law的出现 就是为了 帮这些subcoin 来拿到 这些cash flow 既然有一个 这样的platform 一个law design给你们的 你们就应该用它 因为他就是 可以 四五个月 你就可以拿到 decision 然后你就可以 跟他讨钱 如果你去法庭的话 四五个月应该是做不来的啦 OK Normally 法庭的话 法庭for construction 最快也是要 一年 或者九个月啦 OK 但是 你讲 你讲 费用的话 Mr. Lau 我刚才也觉得是很清楚 OK 就是 如果你赢了 respondent 就会还你 OK OK Although 他也是 会比 会输给法庭 因为法庭是免费的嘛 对不对 你只是需要请律师 CIPA的话 如果你没有请律师 你可以自己做 但是你要 你要 你要还钱给 adjudicator 或者那些 你有请律师做 或者你请 开明抗潮登 做 你可以 你要还钱给他们 可是 一样的这些cost 你也是可以在CIPA里面 跟respondent 讨回来 然后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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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adjudicator 会不会给你 通常他们都会给你的 OK 啊 这个是非用 我不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只是你可能先需要 丢一点点钱出来先 还律师费 还 adjudicator 还给 ARSE 你先 你 你需要自己先丢那一笔钱 过后 你再一次过 跟 啊 你赢了之后 跟一次过 跟respondent 讨回来 所以 费用 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除非你说 我现在一毛钱都没有了 那个 就很难 那个 就很难 帮到你啦 OK 呃 还有就是 会觉得 如果 那些 好见东西 的话 你应该去 DEPA 因为 除非说 你讲 你要clean for example 你要clean 比较复杂的东西 像 prolongation cost 因为他delay我 他delay我 然后我incere了adminal cost 我的ideling cost 这些你也是可以claim 可是你不能去CIPA claim OK 如果你的claim是很简单的 就是我做老公 progress claim 或者说你有seq了 他没有还你钱 或者说是retention上 他不要release给我 如果是这些基本的东西 直接去CIPA 然后 好也是好在 因为他们 他们 通常 通常民控或者employer 会跟你讲什么 不要led你 所以set off OK 然后他的led又很高的 对不对 所以 CIPA 你又不用 你可能 就不需要当心这一点 因为 CIPA 很多时候 adjudicator都不会给respondent 那个led OK 我的经验是这样子啦 因为通常我们 当claimers fight normally respondent回来就讲 哦 我有led 从来 我做那么多 18过 从来 对方都没有成功 拿到过led OK 除非 除非 我有一个case 我们settle了 因为 因为我们的client的case 也不是很好 因为 他找我之前 他已经跟对方 他们有试谈过一次 他还承认 他承认他有led 他讲 我承认 我辞了 所以有led 什么什么这样 这样我就帮不到你 因为你自己承认了 OK 就会是这样很share forward 你承认了 我辞了 这样这样这样 不然的话 那些你只是一个sadcon啊 led 有时候 mancon很难 很难能够在CIPA里面 证明说是你 你delay OK 因为 通常你会讲说是mancon delay你 对不对 或者client delay你 对不对 你会讲说 没有啊 我辞因为你很慢给我sad嘛 我辞因为material应该是你给我可是你很慢给我 或者说 我辞是因为contract里面讲 你要做好这一part好像你要 你要 你要 你叫别的sadcon做好你才pass 3给我 这样你 你的sadcon sadcon这样慢才给我 OK 这样你们就推来推去了嘛 你推来推去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在CIPA里面决定这个LAD了 所以你就会跟你的lawyer 可能就会跟那个educator讲说 你都不能决定 你都不能决定到底 我的delay的part是多少 这样delay的那一part 应该去code或者找retation来做 不能在CIPA来决定的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issue 可是你想要现在拿到payment 你就去CIPA他们先 如果他们还要跟你讨LAD的话 他们就需要自己去foul 属在court或者是去arbitration 很多时候他们会觉得说 算了啦 postfouls 我去court还是arbitration要花很多钱 那我可能就不要 除非 除非他们的 除非他们 要claim跟你claim的amount 如果他们都会跟court的那很大5million10million 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去arbitration 所以你为什么不要直接去cipa 先拿那个钱来先 你拿到钱你先赢的嘛 ok 所以我会觉得 能够去的话你们就去 除非你说我怕得罪他过后没有project拿 可是他一直不还你钱 你一直帮他做工 又是为了什么呢 所以我会 我们通常都会跟court讲 如果你已经ready 除非你还想帮他做工 不然的话 你们应该是用cipa来跟他们讨钱的 好的了解 听过我们两位 在这个行业专业人士的意见 的确是 很多资讯 我们都有收到 当然是我也是要提醒 各位 各位 观众的话 其实 假如我们要上cipa的话 当然心理建设是蛮重要的 因为可能 我们也不希望 你觉得 你是一时冲动 你再去cipa cipa到一半之后 你又不要做 其实你都 在浪费了 你自己的金钱 可能也是浪费了 大家的时间 所以 真的是 心理建设的方面 其实要做到很足 然后当然 心理建设这个方面 其实也不一定 一个人承担 其实是 你都可以去 去问一下 我们的claim consultant 还是educator 还是lawyer 给他们的专业意见 就比如说 Mr. Lau 还有惠明 你们都可以 私讯他们 可能 我相信他们也是 很愿意的 帮助 大家 OK 然后 Alexis 我觉得我们的 topic 是在到这边 我们有没有任何的 观众那边 有没有任何的 疑问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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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余承接下来 就像我一样的故事 我把他放在这裡 我把那个地方放在一起 我把他的阻止